最近有两档音乐选秀节目开播 一档是好声音 一档是舞台2023 两档节目中分别有两个人 让人非常反感 花了不少钱买水军把 与其把心思放在这些弄虚作假的事情上面 还不如好好创作自己的作品 舞台2023开播后 弹幕上一堆吹捧孟美琪的 当观众是傻子吗 孟美琪早就因为知三当三塌房了 名声都没了 怎么可能还有这么高的人气 不然他会只开一千多人的演唱会吗 不然一千多张门票会卖两天都没有卖完吗 本身孟美琪人气就很一般 路人认可度不高 他访了反而比以前更火了 水军确实没少买 企图用水军的吹捧来掩盖网友们的批评 想得太天真了 无独有偶 好声音这边也有一个人买了不少水军 那就是导师刘献华 水军对刘献华的各种吹捧 真是让人尴尬 我看了一下 水军大概是这样吹捧刘献华的 第一 拿刘献华毕业的院校说是 说他是伯克利毕业 世界音乐名校 意思就是说从这所学校毕业的 难道不应该是音乐天才吗 难不成我们讨论周杰伦 林俊杰的时候 还要讨论他们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吗 难不成周杰伦 林俊杰不是从伯克利毕业的 就是他们的耻辱 第二 吹捧刘献华是个全才 作字作曲编曲样样精通 比你荣浩还厉害 就差没跟周杰伦比较 说得这么厉害 天偏又没有一首让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 这就跟一个家长总是在老师面前夸他孩子如何聪明 将来一定能考上名校 可他孩子每次考试成绩都很一般是一个道理 网友们不傻 有没有真材实料不是吹出来的 是靠作品说话的 第三 说到刘献华没作品 水军就会让网友自己去网上搜 还说刘献华有一首歌在油管播放量破了多少亿 真以为中国的网友不看油管吗 还有 我们去听周杰伦的歌 难道还要去网上搜周杰伦最经典的歌曲 这种奇葩的话也能说得出来 水军也确实不够聪明 第四 刘献华是走上国际的歌手 人家在国外活着呢 这又是欺负中国观众不懂国际乐坛现状 在国外混过就成了走国际路线的 而且在国外拥有很多粉丝 连周杰伦都不敢说他在国际上有多火 刘献华又能掀起多大的风浪 这跟蔡许坤 张艺兴那些粉丝吹捧他们家哥哥在国际上如何是一个道理 国内都没有完明白 还想在国际上扬名逆万 痴心妄想 看了水军对刘献华的各种硬吹 真是让人非常不适 叠戟图通过水军带节奏来提升自己的嘎位 有那闲心还不如好好创作歌曲 娱乐圈很多明星都有买水军带节奏的习惯 尤其是流量明星 偏偏刘献华又不是流量明星 只能说尴尬